在教養的過程中 大家應該都曾經遇過下面這些事情 就是小孩子可能很歡啊 然後講都講不聽啊 然後或者是 你覺得他很不順手規則啊 不管這個規則是 你請他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蹦蹦跳啊 還是說 你請他是不是可以活潑一點啊 多認識一點朋友啊 然後或者是甚至有些小朋友爸媽 可能就覺得他好像已經有點不受控制 他好像已經有點不受控制 對啊你跟他說去動他就硬要去吸 然後或者是故意一直頂你的嘴啊 那甚至有些小朋友可能爸爸媽媽 都已經覺得是有點失控了 對那針對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有非常非常多爸爸媽媽是覺得很困擾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去做跳養 因為我們想要告訴爸爸媽媽說 其實這些困擾它並不是都是來自於說 小朋友不對不應該不好 然後這是一些需要全部被拔掉 拿掉的能力或特質 因為小朋友很多事情會做不好 可能不是因為他故意 而是因為今天他的基因有某一些特色 而這個特色呢 可能讓他還不知道怎麼去管好自己 那譬如說猴子 猴子就會很想要爬樹啊 對啊這是他基因裡面控制的啊 對那我們要教孩子的是 不是他有這個特色我們就把他這個特色摸掉 而是教他怎麼去把這個特色管理好 所以小朋友是一個猴子他很喜歡爬樹 不是硬打他硬罵他罵到他不能爬樹 不會爬樹不敢爬樹 而是教他怎麼樣適當爬樹 什麼時候應該爬樹 什麼時候不應該爬樹 怎麼樣爬樹可以讓自己高興旁邊的人高興 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點 做不同事 對那這個就是我們想要透過跳舞 傳達給爸爸媽媽的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在傳達的EQ